近期,关于吴秀波的风波,一直不停现在的他一直处于浪天上。 自从吴秀波出道以来,虽然是大气晚成,可是他的形象却是暖男大叔身受少女们的爱戴。 他在大家的影响中是一个很贴心和暖的大叔形象,尤其是他对待女士的风度。 之前关于吴秀波的一些被吻报道,也有一些可是很快的就澄清,那可是这一次有点玄了,至今吴秀波都没有站出来澄清。 而且这一次粉丝们也是异常的失望,以前的所有形象这一次全部崩盘了,大家都知道吴秀波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虽然他很少提关于妻子的事情,不过最基本的信息,大家还是知道的。 她是妻子是个圈外人,名字叫阿赫正亚,而且之前吴秀波也透露过,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是由妻子保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自己在圈子内迷失自己。 可是这一次的事件有点打脸了,自从最近陈玉林爆出了她和吴秀波两个人的七年之年,网友们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因为在网友们的印象中波叔不是这样的人,可这个事情从发生到现在波叔这边都没有任何的动静。 他的粉丝们也是失望透顶,以前面对这样的事情都会很快的站出来,可是这一次却一直迟迟没有动静。 可是就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眉头的时候,网上竟然又一次爆出了爆炸性的消息,波叔竟然早已经和自己的妻子和郑亚离婚吗? 虽然这样说可以证明她不许搞外遇客室,可是目前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说福利还是不够的。 而且之前也曾经独自的爆料出波叔和陈玉林以及张智希三个人之间有些不寻常的关系,可是那个时候很快的就撇清除了。 不过这一次由当事人亲自爆料那么可信度真的太高了,而且还有网友们爆出波叔跟其他女性之间的暧昧图片,有一次的把波叔腿上了风口。 现在可以说波叔这边一波未停一波又起,不过关于目前的所有飞文波叔这边都没有任何的表态。 假如这些飞文都是真实的,那么波叔将会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甚至可能导致自己也退一段时间。 不过要是波叔和妻子早已离婚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那么波叔这边不见得就没有拦救的机会。 自从波叔这件事情突然的掀起浪潮,粉丝们对他一场的失望。 当然了还是有很多的粉丝,相信波叔不是这样的人,一直在默默的等待着波叔站出来澄清这件事情,让那些造谣的人受到惩罚。 网友,密警波叔,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你们认为波叔和妻子早已离婚是真的吗?大家可以留言鼓动哟。